大家好,修士记者一个我没毛病 我们今天用着天津粉丝继续的一台 这个小米黑色2 更换外屏,入个教程 接下来我们准备拆屏幕 这拆屏幕风险非常大 然后个人不建议自己拆装,自己换外屏,换不了 好,我们第一步拆屏 这边上打上这个拆框叶 然后慢慢的撬 最好是边加热 边加热边撬 这个尽量拆慢一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拆装,拆卸,我们屏幕已经拆下来了 这种屏幕拆的都是提心吊胆的 这种屏幕一坏就是贴的很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构造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我们都撕炒了 是没问题的,屏幕是没问题的 我们把屏幕拿下来,准备下一步分离 屏幕我们已经顺利拿下 然后因为它玻璃碎了,贴上一层胶带 让它固定,碎玻璃不要乱跑 以免刮上屏幕 好,接下来我们拿到分离机,加热分离 好,屏幕分离机温度80度 然后我们摆在上面加热,加热一会儿 然后用钢丝分离 好,真空泵打开 然后把它吸住,吸得牢牢的,然后用钢丝分离 这个一只手不好操作 接下来分离完了再给你们看 屏幕已经分离完毕了,我们把它拿掉,按开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就这样分离下来了 然后外屏也分着在上面 然后屏幕也是比较风景比较高的,请不要尝试自己分离 好,接下来我们除胶 除胶我们用这个除胶神器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上面的胶剪下来 这一波这个显示屏我们已经擦干净了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点刮痕 没有一点刮痕,非常的亮 好,接下来我们准备贴胶 好,这一波我们准备一张裁件好的光鞋OC干胶 然后准备贴在盖板上 好,我们准备原装盖板准备好了 我们测试它的质量吧 这个一般好的盖板,原装的盖板它是抗霜耐磨的 我们测试质量 看一下,完好无森 它是击垂都没问题的 但是也不是说是不会坏 什么东西它都会坏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贴胶 贴胶之前我们把上面的保护膜撕掉 这是有些差的盖板 它直接不要说这样击垂 有时候睡觉压的会压碎 这个我们先撕一面 然后再撕另一面 另一面撕掉 我们看一下灰尘有没有灰尘 什么的 一定不要有什么灰尘 有灰尘就不完美了 这个我们干脆已经贴上了 我们为什么选择贴在盖板上 因为它这个屏幕既不是牛海屏 不是水地屏 它这个干脚贴在盖板上 我们可以贴的时候 就可以留出它的相当于定位一样的 把它留出来 然后待会我们对着干脚贴上去 然后把屏幕对位最好 所以说这个是个人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技巧了 这部屏幕已对位好 我们准备贴后 这个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真空贴合机里面 然后把它放进去 打开开关 准备抽真空 这个没有这些设备是换不了外屏的 你们不要去摩博上买外屏来换 结果把内屏搞坏了 还得花更高的价格去买 总成不划算 已经在贴后了 贴后已经完毕了 我们拿出来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是没气泡了 就一点的小气泡 我们削个泡 削一下泡 我们削两三分钟 三分钟就不足足了 然后拿出来看效果 时间已经四分钟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屏幕拿出来 我们看到没有一点小泡 也没有一点灰尘 我们在灯光下看一下 整个屏幕非常的漂亮 然后一点刮痕 还有一点小死泡 还有一点小灰尘都没有 非常的完美 然后这里有个指纹的孔 大家为什么这是屏下指纹的 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孔 如果你换了组装品以后 它就没有这个孔 它就用不了指纹 这个就是原装跟组装的系列 这一步我们进行一个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这个屏幕 好 这个我们手机已经在开机了 只要开机正常显示 就说明这个屏幕已经成功 完美的修复了 修复了 就怕开机以后不显示那里了 这个大杀蚁 黑杀完美 触摸都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准备装机了 然后触摸是没问题了 然后装机之前 它还换个原装后盖 我们已经准备好一个原装后盖了 好 我们给它先把这个后盖换上去 换了 然后再那种 好 我们先把屏幕放在一边 把这个后盖换一下 换一下再按上屏幕 就是一个新手机 接下来准备按后盖 经过一个 我一个多小时 差不多两个小时搞好了 这个后盖不好换了 太复杂了里面 包含螺丝 都是七场八弹的 太复杂了 终于完美搞定了 这个我们看一下 原来这个 一模一样的 成原装 我们再把屏幕按上 测试一下功能 全部正常 再打胶装屏幕 这个屏幕 我们已经扣上了 手机已经开启了 我们问客户要的密码 然后我们给它看一下 好 密码是 完美 完美 太完美了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触摸 触摸没问题 然后打电话 应该都没问题 好 打电话没问题 然后再测试一下 接WiFi WiFi没问题 蓝牙 打开没问题 OK 阿美 准备把屏幕张好 把里面擦干净 屏幕张好 然后就可以明天发火 我们这个把里面擦的干干净净的 擦亮的 不留下一个指下 指头硬 特别是指纹这个部位 一定要擦干净 然后这个 这个摄像头蓝灰成的 我们把细节做到位 把它弄上 以免摄像头进灰 接下来 这个擦完以后 我们就 准备装机吧 好 准备装机 还有最后 这一点 这个屏幕在排线 这个铁扣子 不要忘记 然后准备打胶装机 把这个一圈的打上胶 由于它这个金属框是白色的 我们就打得透明的 不要不打黑色的 黑色的打上去不好看 影响美观 这个胶已经打了 我们把这个屏幕轻轻的压紧 压紧压延实 我们看到它这个边上粘得非常严 然后边上还有点胶 我们再擦清洗一下 再延实 我们再用这个橡皮筋捆起来了 它手机已经捆好了 然后边上的残脚擦干净 然后现在测不掉了 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 先去看一下 然后只要明天早上交干了 把这橡皮筋全部拿着 整体再擦一遍 就好了 整个新手机就出来了 完美啊 双机来关注啊 感谢这次录到这里了